所谓小千世界,其实只是洪荒恋气士们口口相传的不规范称呼。 当年以龙凤麒麟三族为首的大战,用礼长寿上辈子的知识点,可以理解为, 拥有强大力量的远古爬行动物,鸟类,哺乳动物,争夺天地霸权,最后将盘古大神好不容易开辟出来的天地打碎。 以布舟山为核心的区域被盗祖护了下来,形成了今日的五大布舟。 而那些抛飞到虚空中的洪荒碎片化作了三千世界,其中五行俱全的便是大千世界,学名全五行天地。 那些五行失衡的天地被称之为小千世界,主要与全五行天地进行区分。 渐渐地,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的定义出现了偏差,演变为单纯以天地的容积来划分。 李长寿他们此时正靠近的这片小千世界,本身阴阳均衡,五行齐背,大到完整, 也就是灵气浓度低于五不舟之地,算是个极好的修行所在。 刚通过外围那壮观的雷霆瀑布,太乙真人就感慨道, 人族荡真厉害啊,这般真正的天地边缘,还有如此多人族的足迹。 赵公明笑道,上古是玄都城战士吃紧,曾有许多追随仁皇的将士, 在妖族败退后前来此地支援,他们的后人究竟留在了这个小天地。 大师兄,咱们从何处入手? 多宝道人看向了一旁的地藏与地厅,地厅精神抖擞地站了出来。 地藏正色道,平道与地厅居中监察各处,还请各位道友在四处走动, 最少也要让那些被域外天魔侵占到新的生灵,心神有所活动。 到时,平道自会传声通知各位。 那平道去南,多宝道人笑着道了句,自行朝着南方驾云而去。 李长寿笑道,咱们去北边吧。 赵公民下意识就答了声,善。 但赵大爷一抬头,就见李长寿和自家二妹有些尴尬地注视着自己。 连忙改口,围兄去西侧,围兄去西侧。 言霸驾云即行,半途又是一阵轻笑。 李长寿此时果断站了出来,拿出了男人该有的脸皮担当,做了个请的首饰,与云霄仙子隔了两尺并肩而立,驾云朝北侧而去。 太乙真人嘖嘖一笑,看看人家水神,这情形与咱们全然不同。 丁丁,咱们去东侧吧。 玉顶真人一扫衣袖,独自向前,淡然道,各自驾云。 别啊,太乙真人笑着凑了上去,还是师弟,你修为高深,围兄离得近些,有安全感。 地厅背上,那地藏有些欲言又止,域外天魔实力有强有弱,他其实也很想有个人能在身旁护法。 罢了,今日没被水神算计,让他和地厅去独自面对众魔,已是幸事了。 远处云上,李长寿仙石锁定在前方的部落中皱眉沉思。 云霄柔声问,可是在想,如何算计这地藏? 李长寿道,今日前来是为解决域外天魔的隐患,需注重大义。 若一番激战地藏自然战死,那与你我无关,他们西方能因此增几分运动。 但咱们不可在地藏背后使绊子,且放过他一次。 云霄目中增了几分笑意,你此前几次对地藏起杀心,今日却能忍耐住,当真不义。 凡事不必急于一时,都可稳中取胜。 李长寿道,我已探查出几人有异样,稍后我标他们出来。 你便立刻将他们收入混原惊斗,勿要让他们误伤旁人。 根据白先生所说,域外天魔善蛊惑,控制道心,咱们还是小心为上。 此次闯进来的域外天魔,也不知具体数量有多少。 云霄伸出雪白的左掌,掌心混原惊斗,轻轻闪烁光亮,缓缓旋转。 今日,让我出手就是,我已与这些天外之灵交手十数次,对他们也算有些了解。 远古时,天道未陷,这些域外生灵经常来洪荒边缘声势。 李长寿,阅历完败。 此刻的云霄正准备与人斗法,表情认真且肃穆,又有一种此前很少出现的风范。 那并非单纯的威严,也不是高手威压带来的压迫,而是给人一种稳重干练之感。 云霄仙子平日穿搭多以素色为主,今日也是这般。 素白长裙包裹阴阴体态,浅蓝束腰点缀着几颗冰色宝石,两层薄薄的云袖后,素手手腕坠着一只碧玉镯子。 远处雷目照耀下,云霄仙子的肌肤更显白皙,哪怕此时翘脸素目,也不曾让她的温柔之意有半分缩减。 云霄目光错开,轻声道, 你总是看我作甚。 先做正事。 场合不对,李长寿也没趁机说什么骚话,与云霄驾云到了这处部落上空。 此时,该部落中的男女老少都已聚在一起,有些不安地注视着李长寿。 他们身上各自都有修为,从刚起步的练骑士到天仙进步等。 李长寿朗声道, 各位还请放心,我等到门弟子,绝不会滥杀无辜。 前来此地,只为了诛杀邪魔。 严霸,李长寿暗中点出五道气息,悄悄依附在了五名男女身上。 初次与狱外天魔交手,李长寿自是不敢大意。 到门几位高手赶来这片小千世界时,此地狱外天魔都进入了潜伏状态。 被神雷所困,无法离开此地的众魔,此时就躲藏在众生的阴影中。 李长寿也是根据白泽与多宝道人的描绘,用现实仔细辨认,确定了这五名男女被天魔附身。 而被李长寿点出的气息缠绕,这五名男女顿时有些茫然,又有几分紧张和恐慌,与他们深舟人族的表现毫无二致。 云霄记起手中金斗,这金斗射出五束金光,将这五名男女直接卷回了混元金斗中。 随后,八掌大小的混元金斗在云霄身前飞速旋转,云霄仙子双手结印,金斗之上光芒大作,将他照耀出了几分神圣之感。 一连九印,云霄双手轻轻一推,又是五道金光自金斗照出,将那五名男女送回元处。 这五人浑身抽搐,口吐白沫,面色无比苍白,气息虽微弱,却并未断绝,亏损了自身大半元气。 李长寿用仙力包裹起五颗灵丹,推到这五人口中,五人迅速安静了下来。 一名老玉对着李长寿和云霄做了个道一,喊道,多谢仙长。 此地这些人族这才齐齐行礼,像是认可了李长寿与云霄一般。 而李长寿先时,继续锁定此地,盯着数十名,或是眼圈发黑,或是自身道运有些微异常之人,闭目凝神,仔细感应。 云霄手中混圆金斗,洒出道道金光,化作一面光壁,将此地彻底笼罩了起来。 云霄开口道,此地还有邪魔潜藏,各位还请稍安勿躁,容我们细细辨认。 那天仙境的老玉喊道,大家不要出声,安静打坐,待仙长差遍。 这群男女老少,齐齐盘腿坐下,除却孩童依偎在各自父母怀中,此刻略有些紧张,其他大多都已十分平静。 比起狱外天魔,他们更怕被宁肯错杀,不可放过。 正此时,地藏的一缕传声入耳,李长寿再次出手,三道气息分别落在了此地三人身上。 刚才说话的那名老玉赫然在炼,那老玉先是一正,口中还道,两位是不是有些误会? 背后却已浮现出一道恐怖的黑影。 黑影对李长寿和云霄立笑,似是要展翅冲上去。 这怪物,只有大概人形的轮廓,身躯更像是一种流质构成,四只星红的眼睛正涌出层层剥痕。 但云霄是何等仙神? 他几乎在天魔现身的一瞬就已出手,混圆惊斗的金光还未爆发。 他先指前点,那天魔周遭乾坤出现一圈冰棱,将这天魔瞬间冻结。 金光设置,这天魔刹那间被金光消融,而那名老玉以及其他两名人族男女被直接收入了混圆金斗。 侧旁,刚抓出乾坤池的李长寿,微微一笑,完全没出手的机会。 心底塔爷正在那不断感慨。 小徒弟你行不行?这样以后你跟云霄吵架,我可不帮你挡金斗妹妹。 嘿嘿,金斗妹妹又成长了呀,你能不能把本塔爷寄出来,让咱去搭个画? 李长寿一言照作,将玄黄塔拖在掌心,客串了一把拖塔离水神。 李长寿和云霄又在此地仔细搜查,过了一阵才转去别处,在这个方向上不断铺开仙石。 还好,这片小天地面积不大,他们几个三教仙人花费了半日的功夫,就将此地完全探查了一遍。 有地厅相助,他们省了不少功夫,第一波搜查就查出了67只玉外天魔。 这些玉外天魔的实力,无法用洪荒的标准来衡量,但对于多宝道人,赵公明这个层次的高手来说,也就是一碰就碎的程度。 李长寿他们传声商议一二,又细细地搜查了一次,将觉得可疑的人物带到了一处位于大则中央的小岛上,总共26人。 多宝道人正则道,此时雷幕未散,说明还有天道锁定的外魔,咱们未曾寻到。 他以真人其道,这些外魔到底是什么东西?怎么感觉它们像是元神,又似乎有本体? 赵公明笑道,所谓玉外天魔,其实也是生灵。 生灵乃真灵与大道同阵而生,道起于混沌,只不过混沌海中的道互相交织,毫无秩序,故所化生生灵奇形怪状。 若是从这个角度而言,李长寿皱眉看着,此地那26个怀疑对象,这些玉外天魔也是混沌生灵,本质上跟洪荒生灵差不多。 他这个不知道从哪个时空穿越过来的,反倒更符合玉外天魔的定义。 玩笑,玩笑,他是苗根正红的道门弟子,女娃娘娘也说过,圣人不在乎这些。 再说,天道老爷承认了他的身份,那一道道天乏,就是给他的洪荒户籍吗? 云霄轻声道,金斗中还有两头玉外天魔,尚未被完全化去。 李长寿心底一动,多宝师兄可有能困住这种玉外天魔的宝物,不如拷问拷问他们。 拷! 哦!从地藏,地厅,到太义,玉顶,再到多宝,宫明,甚至云霄仙子,此刻都用一种错愕的目光注视着李长寿。 赵大爷扶须沉吟,怕准妹夫下不来台,在旁接话。 这想法虽匪夷所思,也从未有人尝试过,但也并非不可嘛。 太义真人禁不住犯嘀咕,玉外天魔还能拷问,这倒真是闻所未闻。 李长寿微微皱眉,知道自己有些失言了,这次是吃了情报缺乏的亏,回去之后自罚抄写吻自经一千次。 嗯,等灵鹅回山再动笔。 但此时,李长寿只能笑着接话,事实总归不会吃亏。 确实可以仪式,云霄微微汗手,记起混原金斗,两道金光将两团黑雾完全包裹,放到仲仙面前。 太义真人记起九龙神火照,将两头天魔罩住。 李长寿又不放心地记起了玄黄塔,洒出道道玄黄气息,挡在了仲仙与那二十六人之前。 九龙神火照之下,那两团黑影在不断颤抖,此时已是无比虚弱,逐渐显露出了他们原本的形状。 就宛若两团灌满了黑油的水球,其上不断探出一根根触角,触角之上蕴含着某种晦色的道玉。 李长寿嘘嘀咕道,与八爪鱼有点类似,先用一点真火烧下试试。 善,太义真人小心翼翼地放了一点点真火,这两头虚弱版的玉外天魔顿时发出震震力笑,身上的黑气被烧溶,身躯也被烧出了破洞。 太义真人问,来点雷霆。 李长寿催起掌心五雷之法,几道细小的电弧砸入神火罩内,将那两头天魔打得浑身抽搐。 嘿嘿,有点意思啊。 多宝道人挽起袖子,凑到神火罩前,拿出一堆法宝堆在侧旁,开始逐个实验。 像什么天雷、地火、钢风、流沉,这都是基本操作。 李长寿拿出几样毒丹,太义真人拿出一点炼丹残渣,玉顶真人念了几段净化的经文,地藏施展了点西方的术法。 直到太义真人用冰刃切下了一根触角,扔到了地厅面前,道一句,尝尝。 地厅双眼瞬间成了浅白色,浑身乱颤,茫然,失措,无助地看着这方冰冷冷的小天地。 活着太难了,正此时,几声立笑在侧旁响起,却是几头玉外天魔冲天起,朝着四面逃散。 但等待已久的云霄仙子,右手拍在混原金斗之上,几道金光积视而出,将这四头玉外天魔直接卷了回来,在金斗中融成了一团团混沌气息。 天边,包裹着这片小天地的雷幕,顿时烟消云散。 多宝道人笑道,没想到,此事完成得如此顺利。 还是多亏了地厅相助,李长寿眯眼笑着,扫了眼那边的地厅。 地厅嗓子间发出一阵嗷嗷声,低头想把那块触角吞了,却发现那触角已自行化作黑烟消散。 李长寿道,走吧。 众仙进阶点头,多宝道人划开一道土洞,几人顿时消失不见。 于是,片刻后,哼,某个部族中,一对年轻夫妇目光露出了几分忧冷,对视一眼,心生交流着。 洪荒炼气室的高手不过如此,我们安心潜伏,待实力足够,就控制更多炼气室为我们所用,击溃玄都城。 突然间,两位,想笑就笑吗? 这对年轻夫妇悚然一惊,立刻就要站起身来,但各自还未有动作,已是被混员惊斗倒扣。 云霄仙子和李长寿相视而笑,待处理了御外天魔,将这对夫妇放归原处,送入丹药,跳回土洞之中。 赵公明赞叹道,长庚料事如神,当真厉害。 侧旁地藏微微撇嘴,刚才不过是水神开口快了些,让他们外出转一圈就折返,再让地厅监察整个小千世界,发现了三处落网之鱼。 这一点,他地藏也是想到了。 多宝道人纳闷道,天道为何就直接撤了神雷呢? 此地天道之力较为薄弱,容易被天魔蒙混过去吧。 李长寿如此解释着,地藏淡然道,最好再等半日或者几日。 李长寿却道,不可,若还有漏网之鱼,对方定已有警觉,这般只是浪费时间。 他还要忙着给玉帝和王母历劫身上课。 李长寿道,刚刚玉顶师兄念的经文中,有一段经文让这些天魔反应强烈。 你我还是按此前一般分头行动,再在这天地间走一遭。 这次,全力念诵驱魔咒文,先时挨家挨户搜查,地厅多受累,兼听各处。 若有错漏,唯你试问。 地厅浑身一哆嗦,差点把地藏先飞。 低吼道,水神放心,咱定拿出主人都没见过的实诚手段。 地藏脸黑成锅底,随手抄出一口铁锅,对着地厅就摁了下去。 半段时辰后,漫天遍地的诵经声中,一道有些恐怖的巨大黑影冲天起,意图逃回混沌海中。 而这黑影,借着他所加骨的那名少年之口,对着这群洪荒高手破口大骂。 谁再敢说,我们域外天魔奸诈? 你们才奸诈! 你们才是魔! 道魔! 当金光照耀,树道流光砸碎这数百丈直径的黑影时,那少年默默留下了两滴漆黑的眼泪。 洪荒太可怕了,咱们拼死进来图个什么啊? 大人! 大人! 明天? 一封 冷卑巨大 susceptible 能不能能看到一个 Brittany东西ytes! 那个重关注意 要 Item 护